台铁这一次的列车 发生这样的一个撞到土石流 那么甚至出轨 造成民众受伤的意外 不是第一次了 就在去年六月 就曾经发生三十小时内 南回列车遭遇土石流的意外 而其中一个非常严重的路段 就是今天发生土石流的加入 到方野路段 火车发出故障的警示声响 自强号列车就倾斜在车轨上 可以看见尿货的泥水夹带的石块 不断往下流 这是2012年6月14号 自强号列车从高雄往花莲方向 在台东大武汉龙溪站间 遇上土石流 火车来不及下车 直接撞上 造成两个车厢出轨 不到30个小时 6月15号 台铁312次自强号列车 花莲开往台南 行驶到屏东加入到方野路段 也因为前方轨道遭土石流掩埋 司机反应不及撞上 去年出示地点 跟今天31号自强号撞土石流 都在加入到方野这个路段 南回县平均一天有30班列车 轨道行进路线都是多山地形 而且是在山坡角的地方 地质不稳定 容易被雨水冲刷摊放 被台铁列为加强监控的严密路段 但在近日大雨之后 还是发生意外 中心新闻众号报道